大家好,我是演员朱鱼龙 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 请大家关注柔树青年 我当时小鹿带也找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感觉我必须得来 然后作为一个武汉人 我觉得一不一种词 然后能通过电影的方式 把武汉人的这种面貌 去展现给大家 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叶老师在看到这段 我觉得他是一个 是一个很温暖 能温暖很多人的钢琴教授 他能做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的性格 我觉得他肯定是一个 非常纯真 然后非常真诚 然后又非常开朗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他很多时候 我觉得他脑子里面 不会赚那么多的玩 对,很真诚 因为首先这一次 是用春武汉画的 然后武汉画 我比较熟悉 对,因为在武汉图上图长 然后所以对于苏道叶老师这个人物的时候 又是用方言 我觉得可能会更 让钥匙这个人物会更接地气 然后更 更有任一些 我觉得在拥抱的时候 其实人与人的内心是不断地在靠近的一个过程 然后通过拥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动作 其实可以给,不管是心理还是哪 都会带来功能 带来历练 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 所有武汉人都非常自觉地隔离在家里 然后我觉得是对祖国的信任 然后对祖国人民的信任 同时你也会看到那时候 我也会看到新闻说 武汉人 虽然很无聊隔离在家 大家会走上阳台 开始对歌一会唱歌 把武汉人这种开了 这种极其阳光的这一面给展现出来 非常乐观 就像我刚刚说那个事 就是我自己 就现在回想起来 很感动的一个画面 在那个情况下 就武汉人就是 就是挺 挺有的 所有人站在阳台上唱歌的那一刻 就是我现在永远会想起来 那个方面都知道 因为那些结果肯定是会一样 因为电视剧每天的时间 真的能放在这 大家必须要 需要非常紧凑地去 在一个时间范围之内 把那么大体量的一个故事 把它给讲清楚 然后每天很多场戏 但是像电影的话 每天可能就一场 两场 有时候甚至是有更多的时间剧组 然后在现场去磨合 然后去炒装 其实电影电视剧的屏幕 就 再大型的也是 就是大电视 但是你电影那时候 你是在电影院里面 大家是在一个蜂蜜的棚底里面 全程关注的在看你的表演 所以那个罗姆德表演 对 罗姆德你去演 然后有假的观众 我觉得大家很容易会 因为你的表演跳出来 因为你的表演跳出来 演员和角色之间 我觉得这都是相互基于 相互滋养的这样一个过程 每次在这个探讨角色的时候 和你靠近角色的时候 其实也是不断地再挖掘自己 每部戏开始的时候 我希望能把自己整个清零 然后忘掉之前 我觉得那些都是杂念 因为你不管是吸收影像好的 还是不好的 再塑造一个新人物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给你带来的一些杂 我觉得清空自己 然后去感受角色里面 他所有该呈现的东西 然后去把它呈现的 从我看来 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 我觉得是一定得热爱 就是你真的爱这件事情 你能够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拍了这么长时间 因为他整个过程其实是 就没你整个工作环境 每天的这个创作方式 其实很不一样 如果你能乐在其中 然后真的 职业表演这件事情 不断地去琢磨 琢磨从当中体会到快乐 当作品就呈现出来之后 能给观众带来快乐 其实说实话 我自己也没有规划自己 我不会去规划自己 是要的 怎么样 或者是要拍这个 我觉得就一直是跟随自己 你可供选择的 其实现在对于我来说 成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我会尽量挑选我 我能对这个角色有感觉的 因为我也非常喜欢 当然我们沟通下 也非常好的这样的戏 就是一定要从心穿 你真的是爱这个角色 喜欢这个剧 你就去表演 就是其他的我能够推进去 对于我来说 反正不在我的考虑他们身边